千元大鈔哗啦哗啦 不說以為是公司行號八年中 其實地點在警局 鈔票都是假 先前在彰化的夜市 攤商收到假鈔 報案後警方擴大追查 在高坪地區抓到上游 這都是假的 怎麼那麼少 對啊 要抓捕犯 進入嫌犯房間搜索 隨身包包中發現厚厚的千元鈔票 仔細一看 張張都有著相同序號 這幾個月 484 268 開頭HR 接著484 268 XD 就像在取笑人是不是傻子哈哈 收假鈔心情就很差了 然後上面如果又 他那個需要又感覺在罵人的話 心情當然更差 警方在現場查扣60張假鈔 31歲黃姓男子 除了自己使用 還賣給前同事張姓男子 兩人狼狈為階 讓商家人人自圍 之後會看鈔票會比較謹慎一點 就連高雄警方也查獲同一批假鈔流竄 嫌犯是一名槍炮通緝犯 賣毒也賣槍 在他身上發現三二三張千元假鈔 但硬支工廠到底在哪還不得而知 就快過年了 避免民眾受騙 警方能抓一個是一個 繼續向上溯源 但商家也要多一個動作 不要收到假鈔還找錢 慘變原大頭 記者 廖民旭文 李雲杰 雲林高雄綜合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